大家好,我是燕鬼 今天做一個有高門鐵的視頻 來分享一下玩戰地山一年多來 工作積累的經驗 進步提供的方法 這個視頻是針對水平在平均線上下的玩家 希望他們在看過後能在更多的金礦裡生存下來 如果你是一名戰地山競技玩家或專業的地鐵檢票員 這個視頻可能不會對你有什麼幫助 視頻錄製的環境是在運河進行的32人團隊死鬥 運河的團隊死鬥地圖有著豐富的掩體和複雜的地形 加上這個遊戲模式的特點 玩家常在任何時間、任何方向、任何距離發現敵人 非常適合鍛鍊自己的槍法和對近況的判斷能力 我們認為在路人戰中活著就是得分 就是KDR 儘管團隊死鬥中死亡到復活的時間只有短短5秒 但是在那激烈的環境中5秒的等待 再加上無限前線奔赴的時間 可能會導致你失去2、3個人頭以及以後的戰績 因此在戰鬥的過程中要時刻告誡自己不要冒險 當你在加速狀態離開營運河 在地獄上任何日子的區域時 你無論如何是一個移動打 就算你發現了一個地獄 大腦的反應過來要瞄準射擊了 遊戲中的士兵仍然要做一個減速開鏡的動作 這個時候有準備的敵人 那罪惡的子彈就已經炒飛來了 對近況的判斷跟保命的意識同樣重要 判斷近況包括對小地圖的掃視 對焦火地點的確認 從而集中傳來的槍聲中估計出焦火的秘密 以及敵人大致的數量 簡單的來說就是時刻弄明白敵人在哪裡 提升戰場的判斷能力 你需要強迫你的眼睛和耳朵 反覆地去過群戰場的判斷 來讓大腦處理 在不影響瞄準射擊的時間的前提下 盡量很高的頻率去判斷這個情況 證實為多算多算少算少算 總不能亂闖靠運氣吃飯 日欣在哪 jud? 日欣在哪封面 廉人稱射擊遊戲 使得就是一個槍pin 槍滑牛逼你就牛逼 resides 比论上讲的确枪滑好了 保命什么进攻 判断 战术 flanking 暴局啥的通通都不用考虑 但实际上没人能保证 每颗子弹都能打到头 每次遭遇都只有一个敌人能看到你 没人能保证你枪里的弹甲怎么秃秃 你都不用换 很可惜 提高枪法没有什么技巧 人杀多了 枪法自然就好 杀上的十几万人 一个Muscle Memory在遇到敌人的时候 就能够伤害了 又想系统提升射击的效果 然后就变压枪 压枪之百病 压枪练好了 就变收枪 通常就是在遇到躲下去之前 就判断过这个结果 然后停止设计 能收子弹 省得子弹 省得换弹甲的时间 那也就是夺杀人 如果你收枪也练好了 那就玩玩别的游戏吧 你战地4面试 还有不到4的时间 我预计战地3面有很多东西 带到4里面去 所以战地3面好的结束 肯定会造成4里一个好的开始 我们战地4见啦 各既你整个呢 赢队地4面抹下 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